这些研究调查出来 你看这是告诉你的那个过程 那整个的怎么样子的这些 那每一种有每一种的分配 每一种有每一种的森林的 每一种植物的生态特性 有一些就是怎样 破坏以后很快讲出来 有些必须要抓森林免地的 我们从植物的族群结构 像这个就是永细花等大亚木稀 像小叶白笔 这个有一点字 像这个都长枕子吗 那就是典型的 破坏以后出来出现一带 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对大地区 比如说整个恒春半岛 那你要做规划 我就会知道 从一千公尺以下 什么样的山 它终极的原始森林是什么东西 我大原则会按照大尺度去规划 你如果要种植 应该选哪些 要做保育的 应该怎么样做 每一个地区不一样 药签一旧过后才能够对症下药 当然我现在这样讲太笼统 你还不容易这个人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但至少要知道点滴的基本模式 然后像高雄观音山我就很确定 它三点阳风就是黄金 它的原始森林就是黄金 黄金是什么 台湾以前有一种木炭叫做封港财 封港的木炭 封港财就是黄金 这黄金就是 木炭 原住民排湾族等等用什么 把这个植物采下来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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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黑色的染料 那个原住民的女生要拿起来 涂在门牙上面黑黑的 他觉得这样很漂亮 要不然就敲掉两颗门牙也可以 对不对 这样这个就是黄金 你不知道这样有漂亮吗 在他们的眼光当中要这样才漂亮 这个另外是这个薄金 然后中鲍就是相思树 相思树是台湾恒春半岛典型的原始的宿众 然后相思黄金和山幼串与旺 这一类是在中坡 在西谷地带 雅乐代以林 最主要的典型代表是湘南 更潮湿一点大越南 平坦地带会出现港冬森林 那我既然知道这样 那我要在这里种树 我会选择这一类的林型去恢复它 不同的地区呢 另外呢 我对每一个地区 我会希望把那里 超过五六十岁以上的 土地经验都留下来 我一定会查谎其佬 我如果要做规划 你知道台湾到现在应该怎么做吗 过去那些历史不限不管 三地应该做三地土地种化 把危险地方弄出来 不应该开发的东西如何偏值 应该找几个地方先做事业 你看中疗 一年总生产值 所有生产东西 加起来有没有几千万 一年政府发多少年 几亿再维持 那个地方要生存的 公共设施 能够能够暢通 交通能够暢通 这个水电能够到达 总统维持要花几亿 那生产值不够五千万 政府要花三地去照顾的话 你干脆把你把三地拿来 分给它五千万 只要你们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台湾能不能做啊 台湾为什么不能尝试产生 新的口土企划 然后选择很多特定 公告 要做事业的自己来申请 给你多少亿 你只要不做什么事 可不可能 绝对可能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很多 新的创发的这个 这个创意的这个种种的做法呢 那真的 你就做对照族 做实验族 做怎么样都可以啊 所以要把全台湾要做整个土地的重新种规划 天区分到底要生产要保育 那要保育地区 要怎么调整人民的这个生计 第一个 从 自然生态 地质地理条件看 会怎样 第二 从森林生态看 原地 会怎样 第三 从公共政策看 从法规看 应该怎么样修改 第四 赶快访问 这些年纪大的 他在这个地方 活了多少年 多少历史经验 他怎么做他说的什么东西都记住 把这些古老经验给传承下来 重新规划出 哪个区域要当什么 哪个区块要做什么 曾水扁当政那八年 真的也不晓得怎么说啦 像我们那个副总统 那有一次就 老人 打电话来 曾教授 我们要 召开国土这个 这个有关税务保持种种 希望你来参加 给我们贡献什么什么 说好 我就问他 请问你总共邀请多少个人 他说大概三十个人 我说总长时间多少 大概两个小时 我就说 那你去请别人 好了我那一天没有空 两个小时一百二十分钟 找了三十个专家 我们那一个副总统 一开头一讲话 要讲他自己都了不起 起码要讲半个钟头 就剩下九十分钟 除以三十个人 一个人三分钟 连接着讲 通通不能够松一口气 你能够讲多少 我就跟他说 正直接讲 如果你要拜拜的 不用找成义工 如果你有心 也有两个小时 或两天 或怎样都可以 我跟你讲个设计 为你卖命 但是要我去 那边什么 做不到 我不是交往 我不是交往 我不是怎样 我们看这么久 我还不知道吗 台湾人好笨喔 看见总统来了 看这大官 赶快去跟他建立喔 建立喔 建立喔 他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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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说一天啊 又多了 我干嘛要去跟你讲 这些没用的 要嘛 你来跟我请教啊 但是呢 人家就说 现在不是那个时代啊 谁摔你 好 谁摔你也没有关系啊 我写了几十年 继续在写 我讲的东西 也从来没有改善过 不是吗 啊 我留下文字 做历史见证 所以从以前 从那个李登辉时代 虽然李登辉 后来喔 我告诉你 我那本书 写得很清楚 我不是骂他 我只是记录他 要为二十一世纪 台湾生态灾难固扯 你们看看那个前演 你们看每一篇 你仔细看看 这个 我没有在管哪一个人怎样 在公众立场对 破 还圈 李先生在一九九零年 说了一句 产业中文 我马上协编文件批评他 你好小的 唯一的就是要挖 水泥矿业 几十年兼过了 是不是事实 现在呢 稀有矿产都要在东部挖 那个矿业是 零河战局 一旦开挖 永无掌生之地 一旦消失 不可能再恢复 你要 你所谓的 我们那个那个 就是说历来这些政治人物 真的认知不足 你知道吗 蔡英文要竞选拳 我就写 我曾经干这种少事做了很多 八八灾变写信给马 马总统 这个什么灾变以后 还有我又去王小帝导演跟我找那个袁长寿 袁长寿跟那个 那个总统太太叫什么 周美青 很熟 他们要去说服他 他们希望让我们这个总统知道我在讲的这个是什么 透过总统方式 不是啊 谁甩你 也不管 民进党政权 之后 他已经失败了 应该可以好好来思考了 我也写信给 那个时候小英当主席啊 我愿意帮民进党 所有干部主席 应该上什么课 我能够做的 能够在什么政策的 我写信过去也没有人甩我 历来 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没有啊 我今天不是在那边 我有什么了不起什么什么 不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 能够真的 人家要让我做事的话 我要感恩人家 为什么 土地好就是我好 世世代代好就是我的信音 那 我们不是在那里 啊 反正这个讲了就不必讲了 这样就大概可以了解就好 我是反复再三 你再问哦 对政府有没有期望 有没有什么希望 不是这个样子啦 能够给人家机会的时候 尽量给 放掉你自己的什么样东西 那是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真正看得这么厉害 所以只有用作严调的 你作严调就知道你就输了嘛 这些历来怎么样 因为 我们要重视的就是实质上 我非常重视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骑劳 每一个在 即使是迷信 即使是党一 一两公子下 很有教肆 绝对有教肆 看你怎么应用而已 来看 那后来我们要做生态力化 19